注射疫苗到底有没有用呢 当然有用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 暨预防中心CDC的资料分析发现 超过99.99%接种过两剂疫苗的人 即使感染病毒也不会变成重症 美国新冠肺炎疫情 为Delta变异病毒株再度失控 上面有一项研究显示 美国麻州超过7成以上的新感染者 曾经接种过两剂疫苗 引起部分人士质疑 面对传染力极强的Delta变异病毒株 不打疫苗会被感染 打了疫苗也有7成以上的几率被感染 啊那打疫苗到底有没有用啊 对此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根据美国疾病管制及预防中心CDC的资料分析发现 有用 因为根据CDC在日前 针对突破疫苗防线又染疫的案例 公布的最新数据 有超过1640万人完整接种过疫苗 其中不到0.001% 也就是1507人 之后又因为感染新冠肺炎死亡 仅有不到0.005% 7101人感染之后变成重症需要住院 也就是超过99.99%接种过两剂疫苗的人 就算是感染病毒也不会变成重症 由于美国仍有部分民众坚持不肯打疫苗 美国学校又将陆续开学 美国医学界强调 对于用头一定要做好保护措施 我们当然会继续预讨论 美国学校的医学院 那些孩子三年以上 应该要抗击 也会避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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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地球 我们在2020年都学习的行为 我们需要继续重新的认识 特别是这些孩子 12年以上全都没有疫苗 此外美国总统拜登日前下令 美国联邦政府雇员必须接种疫苗 不是定期接受病毒筛检 并指示国防部眼里 如何及何时要求军队成员接种疫苗 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表示 原先计划最快在9月中旬 把新冠肺炎疫苗加入军人必须接种疫苗计单中 如果疫情恶化的话 国防部将更快采取行动或推荐其他措施 是否在9月中旬前 将鼓励军中关丁踊跃施打疫苗 不及东西综合拜登报导 未经许可,不及防御划